旅行不见得要大张旗鼓 在熟悉的城市里 找寻有趣的人事物 也能有种如获至宝的惊喜 今天就跟我一起 从大街到巷弄 发掘这城市的迷人之处吧 我会想念 我会想念 我会祝福你到永远 哎呀见鬼啦 怎么一开始就来唱 献哥的永保安康呢 因为现在来到这个地方 就是永康商圈 永康永康永保安康 你看我的铺城是不是 very perfect 没错 今天来到永康商圈 这里可以说是 台湾巷弄文化 最生机蓬勃的地方 转个圈就有特色咖啡厅 转个弯就会看到特色餐厅 再转个弯 又看到特色手工艺品店 这么一个充满惊奇的地方 今天就跟着我 一起唱着献哥的永保安康 去探索神奇而美丽的永康商圈吧 我会想念 我会想不念 你的记忆 tinted 借房 这间位于永康巷弄街角的 葱抓饼店 曾被纽约时报 评为全亚洲最好吃的葱抓饼 是许多观光客来台的 必吃美食 老板娘我要一个总会 总会一个 对总会一个谢谢 终于来到这个 传说中的天津葱抓饼 平常用餐时间的时候 真的是大排长龙 那早起的鸟儿有葱吃 早起的主持人有饼吃 我特地骑了个大早 现在十点钟 刚好避开尖锋时段 有没有看到 蓬松蓬松的感觉 看起来很舒服 很想要躺在这个葱抓饼上面 滚来滚去的感觉 来来 吃一口 就是这种蓬松的感觉 讲棉花糖有点夸张一点 但是它真的就是很绵密的口感 吃下去的时候 你完全想要一口接一口 不断地吃 一点负担都没有 然后你看 我点的是总会 有没有看到火腿 蛋 里面还有起司跟九层塔 有没有看到 我把它撕开 有没有看到这个丝 是琢磨的绵密 仿佛仙女的羽衣一样 这个真的是太 吃起来看起来 视觉上 味觉上双重享受 就比如说吃了有点没实现象 但是因为这东西太好吃了 尤其是以前在补食的时候 最喜欢买一份葱抓饼 然后可能就在补食班 偷偷这样一口一口吃 所以这东西不不禁止 吃一种 我有时候都怀疑 制作单位应该是我妈派来的 看我太瘦 从早开始胃 一路胃胃胃到晚上 今天第二间 马上又安排一间汉堡店 美式料理 所以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访问过 没有去吃过他的料理 那今天来这个地方 据说他有名在什么地方呢 很多名人来拜访过 像是吴清风 侯佩晨 这些名人都拜访过的餐厅 那我是什么 名人 我就应该要来拜访一下 你好 请用点什么餐点 我想要点一个这个 经典美式饱 然后 露西汉堡 Delicious Lucy 这个好像也不错 我要一个这个 这个是我们特色之一 好 那 三兄弟汉堡 人家跟我讲说一定要来吃这个 这个我会点一个 好 没问题 墨西哥腊乳酪牛肉堡 墨西哥腊乳酪牛肉堡 他们菜单真的是满满的 完全美式料理汉堡 这台这地方一定可以吃饱饱 但重点是我在那边看菜单 一直觉得后面有灼热的目光 注视着我 大哥跟我一下 阿英斯坦先生 为什么我在前面点餐 你要这样子一直用灼热的眼光 跟你湿润的舌头看着我呢 而且这面墙 阿英斯坦不是重点 还有这么多名人的签名 有没有看到 郝龙斌 我是台北市长郝龙斌 这个台北市呢 希望说交给柯文哲之后做得更好 还有这个名 冯光远 我是洪光远 吴东雪 憲哥 我尊敬你 我不会再说你方便 还有清风 还有这边在谁 侯佩晨 我不会 我不会 旁边还有 旁边还有来看一下 有香月明媚 Akemi 还有邓慧伟 邓慧伟医师 他也来这边吃 还有邓安宁 姓邓人都摆这里 还有这个 这么多的名人放在这地方 但我跟你讲 这就缺少一个 缺少一个名人 是谁呢 我本人 你少了 我等一下自己写一张 餐厅纸吗 还是怎样 不好意思跟店员要 我等一下自己笔记本写一写 我就贴上去 我好像不小心点太多 而且刚刚听说 那个制作人有接到 我们公司财务的电话说 因为点太多了 我们有Can掉后面16盘都没有上 但是我们挑出最精华的三盘 今天让我想用 来介绍给大家 那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个 烟熏鲑鱼 佐嫩卤笋 班尼迪克蛋 重点是什么呢 其实班尼迪克蛋 在很多早午餐的餐厅都可以吃得到 但是荷兰酱厉害了 荷兰酱是什么呢 作为一个 相当我已经寻得去的主持人 一定要触类旁通 各种小知识都要很清楚 所以荷兰酱为了对得起观众 我告诉各位 荷兰酱 我现在就查给你们看 荷兰酱在 荷兰酱 好 找到 它是一种蛋黄酱 其实看一般这个颜色的话 一开始如果不太清楚的人 以为它淋着直接就是蛋黄 没有 其实它这个做法 它蛋黄还有混很多不同的调味料 然后让它有点酸酸甜甜的感觉 但是我讲那么多没有用 我现在吃给大家看 断面秀 有没有看到这个 哇塞 这个蛋黄是橘黄色的 然后你看一切下去 荷兰酱还有蛋黄 整个淋在烟熏鲑鱼 还有它底下那个 面包英式马芬的上面 蛋的口感好滑嫩 感觉那个小鸡在我嘴巴 在那边跳一跳的感觉 很舒服的口感 好 鸡翅的组合 哇这三位人凶也是满厉害的 鸡翅三兄弟 这个想必就是水牛城鸡翅 因为这旁边这个是蜜汁甜酱鸡翅 这是帕马森蒜味起司鸡翅 我先吃吃看这个水牛城鸡翅好了 哇它这个外表看起来就红红的 感觉像是辣味的感觉 它的辣味感觉像不是那种很重的辣 而且它的辣是鸡皮本身就有那种辣味 它不是用撒上去的 它可能在炸的时候 就已经先把辣粉放进去了 然后吃下去的时候 这个鸡肉本身非常的嫩 所以完完全全可以吃到那个肉汁的滑顺的感觉 蜜汁甜酱鸡翅 这个甜酱真的很厉害 它有点像糖醋的那种感觉 甜甜咸咸的 其实小朋友如果说不太敢吃那种辣味鸡翅 怕口味太重 这种甜甜咸咸的鸡翅 刚刚好 而且小朋友应该很爱吃 我那种侄子最喜欢吃那个 pizza就是蘸那种照烧酱啊 它就有点这种感觉 蒜味帕马申鸡翅 它上面这个是蒜味酱耶 我一手抓下去的话 手马上就沾到了 可是它闻起来 蒜味很浓 我很喜欢吃蒜 蒜这个东西对身体很好 重点是口感很开胃 好香喔 它那个鸡皮的酥 是在起司里面的感觉 所以咬下那一口 你同时可以吃到起司的咸 然后还有蒜味的香 跟鸡皮的酥 整个吃起来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这三兄弟 都有各自不一样的口感 这位鸡翅叫三兄弟汉堡 三兄弟是哪三兄弟 花生酱 培根 还有香蕉 你有看过汉堡在放香蕉了吗 我好难想像 这吃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 那我现在要先做的就是 紫灰亭组合 我要先把这个汉堡组合起来 哎呦你看 它扎实到我压不太下去 天哪 好 那接下来我要再告诉大家 一个我个人的小屁股 吃汉堡的时候听说 因为一般来讲我这样吃汉堡 它馅料会挤出来 所以这个日本的科学家 有研发出一个特殊的吃汉堡方式 两只手指头 拇指跟小指头垫在底下 然后上面三只压在上面 这样就可以平均的受力 咬下去的东西 馅料就不会喷出来 真的不会喷出来 但嘴巴不够大 来吃一下 哎呦 OK的喔 真的不会喷出来 好奇妙的口感 一般来讲 人家讲说披萨 像是披萨的东西 有的很有名的口味 就是把凤梨 跟其他的菜放在一起 夏威夷披萨 所以你会想像说 水果跟一般的菜搭配的组合 可是香蕉搭配在这里面 它味道太妙了 一口咬下去 你会吃到那个牛肉的厚实 有没有看到这个牛肉 你看它很厚 它跟面包已经快要分不出来的感觉了 可是你在吃这个牛肉的肉 它稍微有点油的时候 你就吃到香蕉跟旁边的菜解腻 然后花生香又稍微甜甜的感觉 其实它的口感是很多层次的 就是吃一个惊喜大派对的感觉 你完全可以吃到各种不同的口感 还有培根稍微脆脆脆口的口感 它把它煎得酥酥焦焦的 吃着汉堡 这一个就饱了 更能够我吃三盘 妈 请你不要再担心了 儿子录这个节目真的会被养胖 美味的食物 舒适的空间 Cozy Burger就如同它的店名 给人很Cozy 惬意的感觉 如果你想品尝道地的美式餐点 或是与三五好友欢乐聚餐 Cozy Burger绝对是你不错的选择哦 哦 不行 吃太饱了 就要稍微遮一下 还没满三个月不能讲哦 真的吃到太饱了肚子都脏起来了 是时候稍微走一下消耗一下热量 因为其实永康街上有相当多的那种 文青会喜欢逛的店 像是像这一间这种感觉 卖一些小物啊 盆栽 各种不同的这个 像这个公平贸易 为什么不是豪平贸易 为什么不是我读的国际贸易 什么是公平贸易 这间店的风格好像跟我以前逛过的店不太一样 进去看一下好了 感觉上会有新的惊喜 走进减果子 小小店里摆放了充满异国传统风情的各类商品 有服饰 器皿 乐器及手工素材等 翻开标牌一看 才发现原来这些物件 背后都有着特别的故事 什么叫做公平贸易商品 它公平贸易在什么地方 其实公平贸易 它是一个国际的组织 简单来讲就是 像我们店拥有这样子的组织的认证 所以呢假设如果你是消费者 你进来买了我们的商品 你会知道说 你买这个东西呢 帮你制造的这个人 他有得到就是比较好的待遇 还有他们拥有比较好的工作环境 那甚至是你制作这个东西呢 他有没有就是排放一些 就是不好的东西到大自然里 那这些东西都是透过公平贸易组织 他们会帮你把关好的 就不用担心说 我买到的商品 它可能对环境有害 或者它剥削 就像那个写钻石里面这样 剥削那个矿工嘛 其实我们最多的动物啊 是北极熊 或者是台湾黑熊 北极熊其实就是一个 环保意识的问题 那我们还满希望就是 可以多有一些这样的作品 可是它不是印度手工的吗 所以其实是像印度那边下单 然后他们会帮忙 基本上店里面大概有 七八成的东西 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所以你们设计 然后让他们来代工 对 那因为就是店里面 大概有二十几个国家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呢 就是是透过当地本身就拥有的工艺 然后呢 我们就是取得这样的工艺之后 我们再加以设计 因为有很多东西啊 譬如像是一些锅子 一些衣服 甚至一些小东西 它可能在当地是会使用的 可是到了台湾 可能有些尺寸 比较没有那么适合 我们就会在家里设计 或者是衣服的版型 我们会在家里设计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够就是实际上的 被运用到 而不是只是一个好看的工艺 因为这样也有点浪费 那像我们就是在跟客人介绍说 我们的产品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特别跟客人说 诶 这个东西是哪来的 它是透过什么样的组织 然后什么样的团体 他们去制作的 是 我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说 这些东西的来源是什么 其实反而比那些 我们摸不清楚来源 对 然后也不知道它制作过程 来得令人安心很多 对 那像这一只 这只是草泥马吗 对 它就是草泥马 是来自了什么国家的啊 这一只它是蜜乳 蜜乳 这个你可以摸摸看它的毛 哎呦 好像那种真的活着果果的毛耶 它的毛其实真的非常舒服 因为它是真的草泥马身上 取得下来的毛 你吓我一下 我以为这是草泥马的標本 对啊 那像我们取得它的毛 都是透过自然梳理的方式 并不是透过就是可能把它杀掉 宰杀 对 你也知道就是不然像是羊 或是草泥马 它们其实都还是需要定期整理毛 因为它们如果你不去整理它的毛的话 比如像下雨 泥泥 其实它们是会很容易生病的 是 所以这个草泥马是自然梳理的毛 整理出来的 那这些是不是也是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皮 牛皮的钱包 其实像我们店里还有一个 就是很特别的东西就是像这个 它叫做道德皮 那所谓的道德皮啊 其实是指说它是透过动物 自然死亡的方式取得它的毛皮 很多人啊本身是不喜欢用皮件类的东西 抗拒皮草 对 因为它们觉得说 这东西是透过杀身而来的 所以它们就要抵制这个东西 那像这样的客人来到我们店呢 它发现我们有一个像这样的东西 叫做道德皮 其实它们就会非常乐意的就是要自己 从一个小物串联起与世界的距离 坚果子不只找到人与环境的平衡关系 也让世界各角落的弱势居民多出一线生机 公平贸易其实并不像我们想的 因此遥不可及 希望将来有一天 这不简单的信念 能在每个人心中开出美好的果实 逛完刚才的减果子之后呢 差不多下午茶时间 Afternoon Tea Time 这个时间呢来到永康街 大家吃冰一定会想到是吃芒果冰 可是如果今天我带大家去吃 大家都知道的芒果冰 漏掉了 逊 要带就要带大家去 没去过的 没吃过的 这间听说这个冰淇淋呢 口味很特殊以外 还有一个光天下 所有女性朋友最喜欢的特点 吃了不会胖 8% Ice 以做出健康又好吃的冰淇淋为目标 推出益式低脂冰淇淋 雪酪冰淇淋 霜淇淋 雪糕 四种类别的冰品 坚持选用来自各地的顶级食材 希望大家能在开心享用美味甜点的同时 也能吸收到对身体有益的天然营养素 我先吃这个红辛巴勒阿萨姆 就是红辛巴勒啊 可以吃到那巴勒的甜味以外 慢慢地吃 还可以吃到那个阿萨姆的茶香 其实它不会很甜 它就是水果天然的那种甜味香气 所以吃起来不会让你觉得说太腻 接下来是这个蜂蜜罗勒马告 我就真的完全无法想像它的味道 来吃吃看 那个是罗勒的味道 其实它有点像薄荷丁起 可是它除了薄荷以外 又再加了蜂蜜 所以你在清凉的感觉以外 又很甜很蜜的那种味道 渗进你的舌头里面 这个前面两个作为开头 我觉得是很适合的 因为这两个味道都不是很重 接下来看到这个 很绿很绿的 哦 玄米抹茶 玄米抹茶 来来来 哦 这个的味道它完全不是说甜 它茶香非常的重 我曾经在日本的茶辽多路里这个地方 吃过类似的这种口感 它也是抹茶 但它的抹茶味道没有这个这么浓 它反而那个还比较有点人工的感觉 但这个的味道呢抹茶非常的重 再加上玄米的那种感觉 其实味道是非常深刻 非常深奥的 这个摆到最后面是不错 因为它的味道比较重 如果先吃这个的话 这两个就会被盖过去 所以我现在已经吃这个 我有点回不去了 那我先把这个吃完 再剩下两个 永康商圈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区域 其实街道错综复杂 很多小店藏在巷弄之中 这间很特别 有这么多奇奇古怪的灯在这个地方 这到底是什么店 进去看一下 你好 你好 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东西啊 做一盏灯 做一盏灯 对 所以这里的灯全部都是你做的吗 大部分 可是这种灯的材料 跟我平常看到的灯不太一样 这好像甚至不是灯罩耶 我就拿来用灯罩 这是什么东西原本 一般厨房用的 洗菜的吧 你看那一个 这是一样的东西 对… 对耶 仔细看这里的一些灯 其实都是用一些那种废物 或者是二手的东西去做出来的 对 大概多久之前开始做这样子的东西 已经差不多十多年了 十多年 对 那像这样子的灯 花多久时间可以做好吗 这个很难讲 很难讲 对 有时候不顺弄个一整天还在弄一个地方 嗯 那顺的话通常差不多半天可以搞定 我看到这边有很多各种不同的灯 像这个灯也太特别了 这是… 这是用那个乐器 萨克斯风 嗯 等一下你刚开关在哪里开的 这边 欸 用萨克斯风也可以改装 那这个是… 炮弹 炮弹 这个炮弹哪里买的 这个都以前的 嗯 其实台湾原先他们冰工厂 嗯 就有用这些炮弹做灯 哇 他们做的是… 他们形状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从台湾以前古老的冰工厂 可能去捡回来收拾回来 因为应该就是他们设计过了 空泡弹了 嗯 拿回来 看到这边还有显微镜 嗯 怎么会想到用显微镜来做这样子的灯呢 那说真的 像那个显微镜那是德国做的 德国做的 对 那都是老的 嗯 然后… 就这样当会碟太可惜了 对 那你不让它当会碟 你就要另外再想 它能够怎么利用 是 所以这就是老板 一开始做这个东西的初衷嘛 嗯 希望能够把这些二手的 或者是废弃不用的东西 对 因为有很多那种晦气的东西 其实 它只不过是一个小配件 它当初为了要打造这样一个小配件 可能花了很多时间跟钱 嗯 当它不用 它就变成会碟 太可惜了 可是 一开始怎么会选择 用灯来做这些东西的再利用 其实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 嗯 当然你要做很多不同的东西 对 相对的 你空间要过大 嗯 然后在这里就是说 你不能有太多的设备 是 比如车床电焊 那个是不可能 对 你一用人家就换音 嗯 那其实 我没什么设备 嗯 然后遇到困难 就想办法解决 嗯 嗯 像是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嗯 其实困难是蛮多的 你这一块 跟这一块 然后要接上来 你要 虽然是做一个组装 但是你要做到 让人家看不出来 就要让它看起来原本就是硬件 而不是说 我只是纯粹把东西塞在一起的感觉 老板你一开始原本的背景 就是做这些相关的嘛 做铁工 没有 我 刚开始我是 賣一点古物 那个时候相对的 也会收到一些老灯 有些蛮漂亮的 嗯 但是就不堪事宜 你要丢也不是啊 嗯 也可惜啊 后来就想说 把它修一修 哦 那修好了之后 咦 插头一插 开关一开 不错啊 是 对 可能兴趣就从那个时候 开始点来 然后越做越多 对 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工作室 在这间充满童话感的小木屋里 一件件被丢弃的二手物件 被重新利用 便唯一展展美丽的灯饰 满屋的光亮 不只满足了老板心底的创作欲望 也满足每一位来访旅人的心 专眼 像弄文青寻乐趣的旅程 要暂时画下修纸幅了 从古艺盎然的艺术聚落 到繁华城市的特色小店 我们走遍台北角落 用镜头记录下以前 可能从未注意过的隐藏风景 但是 这个城市还有很多 我没探索过的神奇巷弄 我会用自己的双脚 延续未完成的旅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